每一句话,你都要用心聆听 若想找到自己,必先回归内心 安安老师要对你说 话要怎么说,才能够把话说到对方的心坎里 无论是对你的工作,或者是对你的家庭 我想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安安老师今天整理出了六个招式 首先第一招叫做特定话 当你告诉他说,这些话我只对你说 这些资讯我只告诉你的时候 他内在就会产生一种 你觉得我很特别,所以我真的很特别的感觉 当他的自我价值提高的时候 他很自然的也会处于一个愉悦的心情 那么对你所说的话,他自然而然就会听得进去 第二种说话技巧叫做同步化 同步化的方法其实就是 他在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 他说什么,你就模仿他的内容再说一遍 如果你让他感觉到你是一个跟他很像的人 他的潜意识里面就会对你产生好感 那么就更容易听进你说的话 第三个我们可以把握的技巧叫做自发性 也就是人在听到对方想要说服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内在自然而然会生成一种防卫机制 这个时候我们要运用这个自发性的技巧 让你想要说服的那个人 自动地提出我们想要他拥有的想法 这样子他会觉得这个想法是他提的 而不是我们强迫硬塞给他的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主管 你要你下面的员工去完成这个月的计划 最好的方法是 你告诉他们公司目前的状况和一些需求 让员工自发性的去提出这个工作计划 这个效果会比你直接指派工作给他们来的好很多 那么第四点我们要讲的叫做拆解法 这个拆解法其实就是 今天如果你要说服对方做一件事情 你最好把这个事情拆成两个部分 你可以先告诉他比较简单的那一部分 等到他答应了以后 你再告诉他后面比较难的那一个部分 因为人在心理上已经先让步了 所以让他再退一点 他比较容易接受 那么这个拆解法还可以做一个反向的运用 运用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先把一个比较难的事情摆在对方面前 你也知道对方一定会拒绝的 等到他拒绝以后 你再拿出原本你想要让他答应的那个比较简单一点的事情 他通常会答应 这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对方拒绝你以后他心里会有一种亏欠感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对方看到你让步了以后 他会有一种优越感 所以他也会比较爽快地答应你接下来的提案 第五点我要讲的是前后法 这个前后法讲的就是你要把说话的重点 要不放在最前面 要不放在最后面 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记忆曲线 它是有侧重比例不同的 我们通常会比较记得是最前面的资讯 还有最后面的资讯 如果对方兴趣缺缺的时候 那么请你在一开头就讲出你要说话的重点 但是如果你发现对方兴趣是很高的 那么你可以把话留到最后来说 这样子可以掉他的胃口 让他对这件事情兴趣更加的浓厚 最后一点就是故事话 也就是我没有要说服你 我只是在跟你说故事 当人在听故事的时候 我们的脑是很活耀的 对于这个听故事的开放性跟接受度也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利用故事 作为一个说服别人的工具的话 那会是非常非常强而有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